自成了行李三十多年的行李,都是正常人做的,我一定要做的,甚至我比他们做得越好。 这是年天的药,如此,养一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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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听到人家说,一岁多,发高尚了,不可以打针,打针当时回家来,发脚肌肝砸不得了。 直到七八岁了,我来读书了,都八岁了,很多人都是起学读书,用着膜膜慢慢出,一支手出膜膜,一支出开心头。 当时他这裤子全部都是出难的,这手全部起脑筋,道歉之下。 当时我出了松乖科学老师做书,看到几十千学生,都是健康、正常的,心都很烂灾了。 但是都不在这个地方做的,整个人做的我都做的,我甚至做的也比正常好。 上回来都是,我做出了,就真的想到说,指甲做不好,要找个求生的, 我从92年就读完我一条村,我都开业,但是到第一天,赚得七分钱,你知道吗?我那种激动法。 我现在说我残疾,但是我能求生和了,我能自己赚钱。 整个人都特别激动了,没有觉得自己是残疾的,非常是。 吃了两个,别吃了,吃多少? 你吃了。 我心里,就在做还有后期,反正是只喝过病人,听了两说两喝而已,分都是很自清我。 我的病情,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病,我是把他们当过亲人,当自家人医,当自家人,就在我经历。 十年前,我身体成大病了。 这在医的过程当中,作员过程当中,也是都不断接到微信息电话了, 都问歇斯,你喝了没有,也是歇斯,也是检查如何。 出院里过去,我都来上班了。 这边一上班的时候,等着到那个微信,切切鸡蛋,切切鸡。 做得真指甲好,还是值得了嘛,做得,做得说一下。 用心化来了嘛。 鲜的,这消化,你消化不好,不是,你威胁都不好咯。 威胁不好咯,鲜的,像油,像转,我都教过你们了咯。 在我行医治三十多年当中了嘛,从来没有和病人发生过矛盾, 又没出过冲突。 都像这家青鸣相处了嘛。 还有看到两个娃长大了嘛,也健康了嘛。 咋也听话了。 这做得说,我说人生还是有意义了嘛。 做得还是获得有点价值了嘛。 咋也听完。 谢谢大家